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半年之后 他在新疆考察时做出这样的展望 如果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起来 新疆将可能成为繁华的中金 八年过去 沧桑巨变 一带一路已经成为广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 今天 经新疆边境口岸过境的钢铁头队 中欧班列 占到了全国开行总量的一半以上 乌鲁木齐陆港区也成为繁忙的国际物流枢纽 在乌鲁木齐陆港区 总书记说 随着共建一带一路深入推进 新疆不再是边缘地带 而是一个核心区 一个枢纽地带 你们在做具有历史意义的事情 一带一路虽然有各种阻力 但是它是肯定会一望无前的 还不局限于现在这个格局 还会继续万千伸展 还会在它的枝差上更加使它枝繁业貌 考察期间 总书记强调 新疆要打造向西开放的桥头堡 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 这是发挥新疆区位优势 推动高质量发展 实现富民新疆的重要部署 发展是新疆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 总书记这次专门考察了新疆的一些特色优势产业 在图鲁藩市火焰山西侧 有一条文明全国的葡萄沟 14号下午 总书记来到这里 了解当地发展特色产业 新疆好 你们都从哪来的啊 前面都去哪了啊 这里的葡萄很好 看见孙悟空了吗 干嘛 还有牛魔王啊 在葡萄沟 宗书记说 图鲁藩美丽富饶 瓜果飘香 这是大自然的馈赠 要推动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 打造富民产业 新疆不仅盛产最甜的葡萄 也出产最优质的棉花 7月13号下午 总书记来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巴师143团 走进这里的棉花种植基地 如今 这里已全部实现机械化 自动化操作 从初期还走进这里了 攀讨物与施工亲切交流 你家城邦有多少地 都是这个桃园 有15个桃园 我们现在房子也埋了 在哪儿 埋在哪儿了 在我们团镇上埋的 这段有一套房子 正确有一套房子 小车也埋了 行 行 攀讨卖到全国各地去 规模化了 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咱们现在这个冰淮啊 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就是充分利用 我们这个地方的 这个产业的优势条件 发展优势产业 刚才我到棉田去了 明天里呢 现在它确实棉花产量什么的 都和我当年看到的棉花 完全不是一件事 这个很好 这个好还有一个 就是说政策好 对 政策好 好 谢谢 考察期间 总书记指出 要深刻认识发展和稳定 发展和民生 发展和人心的紧密联系 推动发展成果 汇集民生 凝聚人心 从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 到培育壮大 包括葡萄 棉花 攀桃在内的特色优势产业 新疆 在新时代党的 治疆方略指引下 坚持紧贴民生 推动高质量发展 让富民新疆 增添更强的动力 更足的底气 让新疆各族同胞的日子 越过 越红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